朋友们好,欢迎回到真观点,我是真飞 好久没见了,对不起,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我在中国没经历过,但是在海外 体验了一番共产党整人打人的那一套 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如此深刻的体会过 人心的险恶,冲击太大,让我久久是难以接受 现在心态稍微恢复了一些 回忆起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曾经的自己有了深刻的反思 对周遭的人和事有了更理性的视角 还收获了一次永生难忘 也永不能忘的深刻的教训 年轻人就是要在社会的险恶里学会成长 不是吗?不过最难的是 如何在肮脏复杂的社会中败坏无下限的人性里 成长的干净正直 这让我想到了神韵 前段时间看神韵演出时 那种被纯粹朴实的善意包围着的温暖 感动和快乐 至今是让我仍然记忆犹新 神韵的演出让我感受到了心灵的净化 浩然正气的回归 我知道对于家长来说 在如今这个乱世 如何让孩子成长的健康又完整 着实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所以呢 我想给您郑重的推荐一门最独特最高雅 让孩子能够受益一生的课外教育 那就是神韵考级中心的远程中国古典舞教学课程 如果您的孩子是7到18岁 那呢 是可以通过远程课程 学到神韵艺术团 舞蹈演员 亲自教授的中国古典舞的 不仅能够让您的孩子塑造出优美的身姿 更能够得到高雅的艺术熏透 如果您的孩子有舞蹈天赋 那更有机会走上专业舞蹈的道路了 这课程的时间是非常灵活 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孩子的学习时间 一年呢48节课每节课是一个小时 课程全部采用的是中英文双语教学 如此一来您的孩子在家里 就可以学习到世界顶级 神韵中国古典舞的技巧和艺术了 获得多达十级的证书哦 这不仅为您的孩子在未来申请大学时 能够以艺术专长证书脱颖而出 更将为他的一生带来无尽的收获 选择神韵考级中心启发孩子的潜能 用艺术而不是乌烟瘴气的网络 去丰富他们的人生 点击描述栏的链接 您呢可以了解到更多课程的详情 最近彭丽媛啊高调了许多 他在长沙以世卫费结核和爱滋病防治大使的身份 进行调研的报道充斥在各大官媒的头版 虽然没有2021年李鸿忠提出的彭丽媛精神 那样肉麻赤裸的吹捧 但是在央视的画面当中 彭丽媛被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国家疾控局局长 湖南省委常委 常委副省长 但一众中央和地方省部级高官 毕恭毕敬 小心翼翼陪同在册的画面 是直观的凸显了主仆身份的差异和彭丽媛的权威 彭丽媛要接班 这个风声冲出江湖了 彭丽媛会不会接班 从逻辑上来分析绝对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为什么呢 其一 谁都不信只信家人 这在华人圈子里是非常普遍的风气 在海外久了我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 华人夫妻之间的关系 基本在两个极端 要么会非常的亲密感情非常的好 要么就是分裂离婚找小三这一类的 但是在中国那种很好很紧密的夫妻关系比较少 更加普遍的是一般吧 凑合着过 要么就是各自在外面找情人的那种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好的 只是在我看来相对那种好的程度比海外的更少 当时我就在想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理解啊虽然我还没有结婚 这是因为海外华人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疏远的 并且呢关系非常的复杂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外界群体的疏离 朋友少值得信任的人呢是更少 那么就会导致小家庭的关系趋于紧密 因为最可信的只有家庭成员 不过我说句难听的 现在这个世代枕边人都未必可信 基于这个因素嘛 习近平身边全都是为把乌纱帽的 溜须拍马两面派 他难道不知道吗 他时刻都在提防清除这些两面派呢 一众奴才当中谁最可信啊 谁都不如彭丽媛信得过呀 再有在华人独裁者当中 把权力交给家人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 比如说李光耀、蒋介石 那毛泽东呢更是有意培养毛岸英了 要不然也不会让他的宝贝儿子去朝鲜战场镀金 可是料不到这一盘蛋炒饭坏了大事 那相反的来看不从家里挑街湾人 毛泽东从刘少奇挑到了王洪文 看谁都信不过 那邓小平呢从胡耀邦到赵紫阳 也是换来换去的不可信 所以在华人这种有着深远文化印记 又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圈子里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说实在的我觉得很普遍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从家庭内找接班人 就不是什么不敢想的事了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习近平世事对标毛泽东 他有斯德哥尔摩中和症 有莫名的练毛情节我们都知道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彭丽媛还恰巧跟江青有不少的相似之处 首先彭丽媛和江青是同乡同为山东人 其次呢两人同为演艺界出身 只不过彭丽媛在成为国母之前 唱歌水平算个一流 而江青的隐心地位嘛 勉强三流吧 最后彭丽媛和江青都没生出儿子 间接是助推了夫人参政的几率 当年江青是如何播出位的 是毛泽东要发动政治运动 批武训传打刘少奇 派当时还指示文化部电影局小处长的江青 去武训的家里调研 结果调研回来 汇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就有了材料便开始发动运动了 当初的江青是处长 那现在的彭丽媛呢 是正军职也是正部级 为了配合习近平的政治需求 按需来出面做事 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既然彭丽媛有可能上位 他又会如何名正言顺的接班呢 目前彭丽媛在中共党内的势力范围 大致可以划归在三个系统 一个是文艺界 一个是军队当中 他在军队中多年 早年呢 为人叫温和低调 据说啊 这口碑还不错 不少将军还愿意听他号令呢 那第三个势力 就是他的山东邦的老乡 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 是详细解读过 严重被外界忽视的山东邦的崛起 目前中央高层委员当中 山东籍的最多占了32人 山东邦的火速崛起 到底是习近平 在为船位与彭丽媛做准备 还是另有原因呢 看这期节目 那在职务上 彭丽媛主要活跃在 卫生和文艺领域 卫生这块 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 肺结核和爱滋病防治 清善大使之外 彭丽媛还有个低调的 中国控烟形象大使的头衔 那在文艺领域呢 他是全国文联副主席 这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文联主席是谁呢 是一个叫做铁宁的黄文作家 这个人啊很有故事 而且呢还是和习近平之间的故事 我们等会儿来说 这个铁宁呢是中共文联主席 他也是人大副委员长 所以彭丽媛现在作为他名义上的副手 很可能会接他的班 先成为文联主席 同时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按理这个文联主席 是应该直接进到 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的 但是因为铁宁已经开创了 这个出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先例 所以彭丽媛也很有可能会走这条路 然后再按照惯例去接任全国副联主席 正式进入到高层领导梯队 顺利成章的进入到丈夫 习式政权的核心幕僚当中 这是目前看起来最合理 也最可能的彭丽媛参政通道 如果朋友们有其他的想法 不妨也留言告诉我 咱们说回到这个铁林啊 今年65岁了是作家出身 在中共的文学界 还是个名气不小的作家呢 是继矛盾和巴金之后的 第三个作协主席 只不过这个作家协会主席嘛 陈明座全是一些不堪入目的小黄文 她今年的名著是被众多评论家批为庸俗不堪的大狱女 她还有一篇描写俄罗斯女人在飞机上出轨的婚外情小说 伊琳娜的礼貌 篇幅不足万字 主题是偷情和手赢 但是在中国却在一年之间 斩获了多次文学大奖 包括玉达夫小说奖 人民文学奖等等 这些奖的奖金可是随随便便就动成五万的 当时就有人议论纷纷了 说这样的小说都能得奖 还一而再 再而三的得奖 人家就说 哎呀 铁主席的作品 他不得奖 谁得奖 中共作协的官员还公开的说 铁宁获奖天经地义 他不获奖才不正常呢 怎么说他不获奖才不正常呢 一方面 他可能是最懂政治的中国作家了 在89年六四事件之后 铁宁可是当年第一个公开表态 站出来支持武力镇压的省级文联主席 当时他还在河北呢 那另外一个方面 铁宁和习近平的关系更是耐人寻味 铁宁的发迹不始于习近平 但是甚在习时代 铁宁的出道始于江泽民时期 1996年10月份 铁宁当选河北省作协主席 同一年年底的时候呢 他出任国家作协副主席 在2006年的时候 他靠着对共产党的绝对忠诚 在50岁不到的年纪 更是在没有重要文学成就和资历的基础上 就成为了中国作协主席 三年后 2009年铁宁和当时 还是中共副主席的习近平 一同出现在了德国法兰克福的 一个舒展的开幕式上 铁宁在开幕致辞当中 居然是不顾国际礼仪 把当时坐在下面的东道主 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 放在了习近平之后 他是先喊的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 再是默克尔总理 让现场的宾客是一脸错愕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 习近平和铁宁就相识了 1982年的时候 习近平被培养放到河北镇定县当县委书记 而铁宁本就是出生于河北 同时期他在保定地区的 文联刊物花山当边境 期间正好是去过镇定县 正好和时任镇定县的县委书记习近平结识了 那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夜化中南海的主讲高欣先生 从一位知情人处得到的信息 当年的习近平在担任镇定县委书记期间 一直对这位才华横溢 也是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出生的铁宁赞赏有加 习近平在他日后公开的一篇回忆文章当中 提到过一个叫贾大山的人 这个人是何许人也 官媒的回忆录当中是这样记载的 1982年3月习近平到镇定县任职之后 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贾大山 当时贾大山还是在县文化馆工作 虽然只是一个业余工作者 但他的作品《取经》已经摘取了新时期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 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星星 巧的是 这个贾大山也是深受铁宁的敬重 当时在《花山》当编辑的铁宁 正是同样慕贾大山之名 以约稿的名义到的镇定县 铁宁在镇定县与贾大山见了面之后 贾大山就在他的面前提起了习近平 介绍起了这一位新来的又爱好文艺的年轻县委书记 是北京的高干子弟 这就让铁宁是深感好奇啊 于是在贾大山的牵线之下 铁宁和习近平就有了第一次见面 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和日后见到彭丽媛的第一面 就问人家这深院有几种唱法 同一个思路 当时习近平第一次见到铁宁时 一开口就问人家的初女作是什么 当铁宁告诉习近平自己的第一篇作品 是16岁写的一篇高中作文题目是《会飞的镰刀之后》 知青话题就成了两人的共同语言了 在很多的回忆录当中 提及铁宁和习近平的关系时 都有一句正常但是也异样的话 就是铁宁小习近平四岁 几乎所有的文章谈起两人都会有这样一句 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一般来说 谈论两人的关系 谁大谁小 似乎并不是什么必要的信息 而这一句铁宁小习近平四岁 似乎有点欲言又止啊 小四岁 然后呢 习近平在镇定现实三十多岁 刚刚离婚 还没有认识彭丽媛呢 铁宁也是三十岁出头 相互欣赏 又有共同话题 有些什么火花 是可能的 而且后来铁宁一直担到五十四岁 这 不过这些嘛 说实在的 也是有点捕风捉影 脑补的成分比较大 不过 倒还有另外一个信息来佐证 高兴先生采访到了一位知晓习近平 与铁宁交往史的知情人 对方啊 是不愿意多说 但是呢 做了一句总结性的评论 如果不是当年的铁宁的性格和志向 还太过文艺 如今的国母 可能就不是彭丽媛了 这句话 你细评 2016年的时候 习近平曾举办过一次 模仿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 田宁作为文联主席在做 而彭丽媛呢 作为文联副主席也在做 不知道这三人心中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想法呀 你怎么说呢 好啦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 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 我是爱你们的真飞 那我们下期节目又不见不散咯